这一场唯一值得开心的事情呢 就是Tiago Alcantara 终于回来了啦 输球了啦 六普呢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输球咯 那这一场败仗呢 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呢 影响大不大 究竟这一场比赛呢 又有些怎么值得我们去聊的呢 马上进入本期的影片呢 来聊一聊这些话题吧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主坛的YouTube频道啦 感谢你的点击进入本期的影片啦 那如果你是支持六普的球迷朋友们的话呢 不妨帮这个影片点个赞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 那你看完这支影片呢 喜欢又享受我分享的内容的话 也不要吝啬按下订阅按钮 支持支持一下本频道啦 阿森纳3比1六普 这一场比赛呢 不是我马后炮啦 但是呢比起六普 必须赢下这一场比赛呢 我觉得阿森纳呢 才是更有压力的那一方哦 主场作战啊 而且上个月呢 已经在这个同样的球场呢 北赛输给了这个六普哦 那这一场呢 对于抢手来说呢 是肯定需要取胜的啦 那这样呢 你在这个联赛争贯也才有希望哦 六普的话呢 对我而言啦 即使没有赢下这一场比赛呢 我觉得对于接下来 争贯的这个影响呢 其实也并不是最大的哦 等下呢我们还会再去提及这一点啦 我们先从呢这个 首发11人呢 来开始 谈啦 六普战术步骤上呢 我个人觉得呢 非常的不平衡哦 首先呢我们在战术板上面呢 看到三个球员啦 我觉得特别要点出来啦 Tren Lanzarano Cody Gagpo 还有 Ryan Gravenberg哦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就是又录了这个三角啦 我们先从Tren这里开始啦 很明显呢 我觉得Tren本场比赛的这个体能啊 还没有恢复到100%哦 那还有他在场上的这个职责呢 也是稍微有一点不同啦 等下我们再来谈这一点啦 Gravenberg的话呢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教练团呢 会选择让他首发哦 毕竟这一场比赛呢 Support Line呢是隐藏绝阵啦 那如果你是比起这个 右前位的话呢 Harvey Elliott跟Ryan Gravenberg呢 Elliott呢是从板凳锡出发 比较有效果的一个球员啦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改变局势呢 你看看像板凳锡 你看到是Ryan Gravenberg的话呢 感觉上呢就没有这么有效哦 所以你选择先让Gravenberg去首发呢 我自己是觉得能够理解啦 那Cody Gagpo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人选啦 Darwin Nunes呢 没有100%的健康哦 教练团呢 当然是不会选择去冒险 让他在这场比赛呢 去首发啦 毕竟呢 Sala目前已经是处于这个受伤状态啦 前场三叉击 能用的球员呢 也就只有Gagpo Jota还有Diaz啦 只是我觉得比较 让我 觉得好奇的是 Gagpo这场比赛呢 竟然不是去主打这个中锋 而是让他去主打这个 右边锋啦 战术上的话呢 我就觉得有一点无法理解啦 最主要呢就是刚刚我大概有碰到 就是Tran的这个职责哦 教练团呢这个时候呢 决定呢 延续这个Bradley战术啦 也就是让这个右边位呢 直接推到非常的前哦 内缩的工作呢 反而呢是由这个 Joe Gomez来去做的啦 这一点呢 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 奇怪哦 我们之所以看到Bradley呢 在这个右边位呢 这个 往前推的这个职责呢 打的这么好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Bradley有这个体力哦 他的速度又非常的快啦 他有这个 很多的体力呢 让你去耗哦 反倒是Tran的话呢 他的这个速度呢 并不是他的最佳的这个武器啦 他传球呢 他的这个创造力呢 才是他最大的这个武器哦 你今天让他去拉边 你让他拿球的这个次数呢 非常非常的少啦 再加上呢 没有这个Sala 还有Sobosai的这个配合呢 我觉得Tran本场比赛呢 在这个右路拉边呢 根本做不出任何的这个东西哦 这一点呢 是我觉得有一点点 奇怪的啦 那如果我们拿出两队的这个 上半场平均站位来看的话 你会看到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哦 阿森纳呢 我们能够理解呢 他们想要干什么哦 你看到他们的这个站位上呢 是非常的完美 体现出他们的这个战术打法啦 反观六普这边呢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我看了得有点哭笑不得哦 我们的这个中锋和防中的这个站位呢 竟然是差不多的一个位置哦 反而我们的这个左右前位呢 站位呢 比他们两位来的更加低啦 上半场呢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的 偷到一颗进球哦 表现的非常非常的糟糕啦 那下半场呢究竟有没有好转呢 我觉得有好转 但是呢在战术上呢 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好转哦 只是球员们呢 有更加专注了那么一点点啦 可是呢只专注了20分钟哦 Van Dijk和这个 阿里森这里呢真的是需要北国啦 这个失误呢 比这个上半场呢 对手的这个 Gabriel Saliba的这个失误呢 更加糟糕哦 这个沟通完全没有在点上啦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去讨论啦 到底是Van Dijk的错还是阿里森的错啦 我个人认为呢 我觉得阿里森呢是需要北国那一位啦 我知道在这个赛后呢 Van Dijk有自己出面说啦 我是队长 我必须要做得更加好哦 这一球呢是我的责任 我觉得Van Dijk多少需要负上一点的责任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阿里森呢 你根本没有必要冲到这么前啦 而且那个跳跃去结尾的这个动作呢 我觉得是有一点看不懂啦 如果说你要冲到这个地方来呢 这个皮球呢 当手反弹了之后 如果你没有这么鲁莽的冲出来 想要去清球的话 你至少在这个位置呢 你还可以用你的这个双手呢 去把球抱着 然后再重新去开球这样子啦 我自己觉得阿里森这个地方呢 是已经冲太快了 冲得太过太过早了啦 所以我自己呢 我会把更多责任的放在阿里森的这个身上啦 那下半场呢还有一个调动呢 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哦 也就是把这个Trend呢撤下来啦 然后换上Robertson 让他去主打这个 左边位啦 Gomez也呢回到了这个 右边位这里啦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说 诶 那我们是不是要看到我们的这个 Bradley 战术哦 我们让Robertson呢去在这个左侧呢 只是互换位置而已哦 在左侧呢推的特别前啦 然后Gomez呢去老实的待在了这个 后场啊 结果我们看到的呢 反而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反而看到的是 Joe Gomez还是一样的这个往前查 还是一样的去做这个内缩动作 反倒是Robertson这里呢形成了我们的这个 第三中位啦 这一点是我觉得我有一点 不能理解的啊 因为呢Robertson的这个 这个长处呢 就是要让他去拉边啊进行传中啊进行前查啦 为什么你反而是让他待在后场去成为我们的这个第三中位 这一点我是有一点点不能够理解啊 所以这一场比赛的这个实力呢 我觉得总而言 总体来讲我觉得是教练团的这个战术上面啊 出现了问题啦 当然我们也无法避免说 我们今天这个球员表现呢是真的真的非常的糟糕哦 那利物浦球迷们呢 我们需不需要担心呢 我个人认为啦 现阶段来讲的话我们 并不需要担心太多啦 有领先就是有领先 即便说呢这个慢撑呢 接下来呢只需要赢两场呢就可以超越我们了啦 但是目前来讲我们跟这个第二名呢 差两分 两分也是分哦 慢撑呢也是有可能会掉分的啦 你越去想我们接下来的这个 嗯两分领先优势啊 要被慢撑上来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呢都是嗯 其人优天哦 我上面说呢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场比赛呢 对于六浦影响 呃真冠的这个影响不大呢 是我认为呢 比起说对雷这种豪门球队掉分啊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 你对雷这种中下游球队的这个比赛啦 比如说六浦本赛季呢 我们对雷这个客厂路登的这场比赛呢 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取下三分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到啦 阿森那这里的话呢 也一样啊 本赛季呢虽然对雷这个豪门的这个成绩呢 是最好啊 但是他面对这种中下游球队 嗯 富乐姆啊 西汉姆啊 他们也是输球啦 所以呢面对中下游球队呢 赢球我个人觉得才是嗯 最为重要啦 你豪门之间呢 你必定会有这个嗯 抢分啊 毕竟 毕竟会有这个掉分啊 合局啊 这种东西 所以我觉得 并不需要特别特别的担心啦 虽然说呢 本场比赛以这种方式输球呢 真的是很不应该啊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这一场我们确实真的是不太值得 什么分数啦 我觉得不管是战术上也好啊 球员的表现上也好呢 这一场比赛呢 都是没有达标啊 但是你有你回想起来啦 六浦本赛季到头来呢 只输了四场比赛哦 联赛里面呢 这一次这个输球呢 是我们去这个嗯 9月10月对勒 Tottenham那一场比赛之后呢 的第二场败仗而已啦 所以我觉得 这场比赛其实也没有得怨谁啦 就是一场打不好的一个 比赛而已啦 我觉得六浦球迷们呢 可以不需要太过的紧张啦 那现在就来选最佳球员啦 六浦老实讲 我觉得没有认到人打得好哦 很多球员的这个状态呢 都不在哦 没有打起任何的谨慎啦 我觉得你能够赞美的 六浦球员呢 只有两位啦 McGallister还有 Luis Diaz 这两位球员是比较有在场上呢 做事的球员啦 我个人觉得呢 McGallister本场比赛呢 是 我们六浦里面呢 表现最为亮眼的 球员啦 那数据上呢 也体现出了这一点啦 中场对抗里面呢 赢下了非常的多哦 那你作为防总呢 数据上呢 也有三次的产阶成功啦 我看球的时候呢 他也是认为呢 他是唯一一个呢 有想要帮 六浦呢 去取的这个 板平球的球员哦 也是为球队做出了贡献 比较多的这个球员啦 所以我觉得本场比赛 硬要选六浦的最佳球员的话呢 我会给到McGallister啦 那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哦 你们觉得有拿一位六浦球员呢 是在本场比赛呢 表现稍微比较好一点的啦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啦 最差据的话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打得很糟糕啦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McGallister 还有这个Diaz啦 那你输掉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也难免你还是要把矛头呢 指向犯下低级错误的球员哦 Alisson 还有Vandai 这场比赛真的真的非常不理想啦 但是 刚才上面我也有说啦 我个人认为呢 Alisson 是需要负上更多责任的啦 第二颗掉球呢 我觉得冲出来没有什么作用 第三颗进球呢 我知道争议性比较大哦 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呢 Alisson 这里不应该这么轻易的就 被穿挡啦 虽然呢球是有打在Vandai的脚上的折射哦 可是我还是觉得 Alisson 可能可以做得更加好啦 我觉得我心目中呢 最差人选的我会给到Alisson啦 因为 毕竟你身为一个有经验的一个球员的话呢 你不应该在这个比赛上面呢 发现发生这么低级的错误 我当然啦 Vandai的这个 距离最差球员呢 其实也不远啦 那还你留言告诉我 你们这个人选啦 我们大家也在留言区呢 来讨论讨论啦 最后呢 就来总结一下 我对于六浦本场比赛的表现啦 我觉得整体下来 可能一分吧 基本上 本赛季打到最为糟糕的一场比赛 就是这一场哦 刚刚我也有提到 目前来讲 我们只输过四场比赛 联赛对雷热次的那场比赛呢 是我们表现非常好的哦 但是我们最终很不幸的输掉比赛哦 那我们在这个欧联呢 客场打 图鲁兹的那场比赛呢 是输得很不应该啦 那另外一场这个败仗呢 是输给这个 USG 那场比赛呢 是无关痛痒的啦 所以那一场 就只是一场 比赛而已哦 所以这一场呢 阿神纳呢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 四场败仗里面呢 打的最最最最最糟糕 我们全场比赛呢 只有一次的摄政啊 XG呢 只有0.41哦 完全没有创造出什么机会哦 防守又失误 所以真的必须呢 本场比赛 总而来讲呢 只可以给1分啊 但是呢 还是老话一句啦 六普球迷呢 稍安勿躁哦 2月初而已啦 赛季还有15场比赛 我们还有这个联赛杯决赛 我们还有这个欧联16强 我们还有这个组种杯哦 六普呢 是唯一一支呢 目前还在四线作战的一个球队啦 这一场败仗呢 并没有打破赛季的目标啦 我觉得下一场呢 我们重新振作起来了啦 继续呢 为接下来这个比赛呢 好好努力啦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对于本场比赛的这个赛后广告啦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们对于六普本场比赛的任何看法啦 好的不好的呢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大家一起在下方留言区呢 来讨论讨论啦 好啦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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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